大家好 今天是1月4号星期三 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情况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那么今天比较重要的消息面是会议纪要 美联储强调抗通胀的决心 暗示对市场的政策解读存在担忧 美联储官员上月强调抗通胀决心 并警告称金融条件不合理的放松 会削弱美联储实现价格稳定的努力 在该次会议召开前 市场预期2023年下半年美联储将会降息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周三公布的 12月13号到14号的会议纪要显示 与会者指出由于货币政策通过整个金融市场 发挥重要作用金融条件的宽松 特别是如果公众对委员会的应对措施存在误解的话 将使委员会恢复价格稳定的工作变得更为艰难复杂 那这啥意思呢就是不会放松 美联储官员在12月会议上将基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 同时还发布了新的预测 其中的鹰派基调表明 2023年加息次数将超过投资者的预期 会议纪要显示 即使存在失业率上升和增长放缓风险 美联储官员仍然决心将通胀率拉回至2%的目标水平 会议纪要上称 预计未来一年国内私营领域的实际支出增长乏力 全球经济前景低迷 金融环境持续紧张 被视为实际经济活动基线预测面临的下行风险 19位官员中有17位预计 今年将加息至5.1%或更高 相比之下 美联储9月会议中 没有一位官员预计2023年利率会高于5% 决策者将于1月31号到2月1号召开政策会议 会议纪要显示利率问题将在逐次会议进行讨论 我们看第二段 有17个人 19个人里面有17个 说可能要加息到5.1% 甚至更高的水平 而且应该是要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长时间的维持 而且我们上次说过 对于鲍威尔的讲话 这个利率 它不一定到什么位置 对吧 它没准 因为它是根据市场的情况来调整它的计划的 对吧 但是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它没有计划往低调 就是近期它没有表明把这个数啊 不加了啊 首先不加息了 这不可能啊 其次啊 把这个数变变成更更小的数 也不大现实啊 所以这是接下来几个月 我们要面临的一个真实情况 就是比较更为快 更为紧缩的一种啊 货币环境啊 但鉴于此次会议后呢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个加息动作 所以这次呢 那确实对市场有一些影响 但影响并不是很剧烈啊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那么今天呢 由于有这样的一个会计要要发布啊 但是本质上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啊 所以市场呢 倾向于完成了一个横盘的震荡运动状态 那么标普白指数呢 今天收涨0.73%左右 我们看到比昨天的K线要小一些啊 表明今天的多空双方都还是比较谨慎的 那么在日线图上 我个人是感受它仍旧维持在一个相对横盘的运动状态 我们今天盘前啊 对市场短线的一个解读呢 就是假设啊 它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状态 直到它去突破上边沿或者是下边沿 也就是说支撑货阻力区的时候呢 我们说啊 它要么就是恢复到多头波段了 要不就是继续空头啊 那当前这个K线呢 从逻辑上看并没有选出方向啊 因为横盘时间太久了啊 所以空头呢 也没有办法把它弄下去 所以我们的基本原理呢 就是假设它继续震荡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出 果然哈 看到图之后啊 大家感到啊 今天实际上呢 跟昨天的行情类似啊 都是反反复复的震荡 只不过呢 今天啊 这个美股下午盘呢 有一个货币政策 会议纪要的一个发布啊 那这个会议纪要呢 造成了两根啊 四小时图的一个十字星线 那目前还在博弈的过程中 那目前我们仍旧应该假设 下行的概率会略高一点点啊 但是在下行之前 维持震荡状态的概率呢 还是有的 说它恢复到多头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啊 我们之前说过在四千点一带啊 它有可能要再测试测试啊 但是这个多头呢 好像意图也不是很强烈啊 多头的意图也不是很强烈啊 今天这个K线 甚至连昨天的K线的高点 都没有去向上突破啊 我们仔细看一眼 是吧 昨天的高点在这啊 那今天高点甚至都没有上去啊 这说明啊 多头其实它也比较 犹豫啊 比较犹豫 那空头也没有下来啊 那可能啊 有其他的考虑吧 或者说啊 这个东方双方啊 都在建仓还是观望啊 反正维持这样的一种 基本的一个状态 那今天的纳指呢 反弹的力度并不是很大啊 只有0.53%啊 那它应该也是一个 窄幅震荡的一个状态 对吧 多头啊 也不是特别有信心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今天呢 也是在这里继续震荡啊 我们之前画这趋势线呢 其实都被不断的拓展了 但是多头呢 也不是很强啊 因此我们可以先删掉一下 先看一下 近期对于这个震荡区间的一个 向上或向下的一个突破情况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啊 大盘的一个 状态啊 大盘那个状态 那么在日线图上 我个人感受到的是啊 这个多头的犹豫啊 多头的犹豫 好 我们看一下道指 道指今天反弹的力度 并不是很强力啊 道指啊 道指在这儿 上涨0.36% 我们看到一根横盘的 K线啊 横盘的K线 那么对横盘的态度 我们还是 我个人还是保持一致的一个思路 那今天反弹力度 稍微大一点的是罗素啊 那罗素呢 他其实他也是一个震荡啊 他本身的K线呢 跟左边这些K线都差不多 他今天这个K线 也比昨天的K线的高低一点呢 都要低一些 或者是高一点啊 也就是说被包含在昨天这根K线内部啊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状态 应该还是属于震荡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我们还是维持震荡短期限啊 或者是日内交易者 应该按照震荡的思路再先去预期 那么波段交易者呢 恐怕还要继续等 继续看哪一方究竟能够 对未来可能的一个方向 做出一个选择 你说这大资金就这么悬着悬而不绝吗 未必哈 可能接下来 比如说 都都有可能啊 也不要完全说确定哪一个数据哈 这不一定 那没数据的时候 K线也在动啊 所以大家也不要刻板的说 一定会怎么样 嗯 说不定啊 这个明天就给出一个 比较明显的动作啊 好 我们看一下原油 那么军天原油继续延续了 强劲的下跌走势 下跌4.8% 当前的价格是73块二毛三 我们看到一根强劲的阴线啊 那昨天盘后呢 注意是昨天的盘后呢 我们复盘说啊 要看新的交易时段反弹的力度 力度不强 继续去空是吧 那么今天很显然收收盘的时候 就是也就是现在呢 咱们再看这根黑线 感觉到这个空头还是相当的强劲哈 我们看一下4小时图 嗯 虽然我个人不愿意去追空哈 但是这个 这也太直勾勾的下行了啊 所以啊 接下来我们要看他反弹的一个情况 还是不能去追空哈 那昨天盘后是一个建 做建仓做空的一个好时机 包括昨天啊 美股 这个下午盘 包括盘后啊 反弹无力继续去做啊 那么 没有仓位的 我个人觉得今天啊 不能应该去追空哈 因为你也想不到他一天会暴跌百分之四点八哈 一般平方下暴跌个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就差不多啊 所以我个人今天在盘前是觉得应该给一个弱势的反弹再去空 那现在这种 美股时段又给出了三根四小时的小银线啊 所以 现在再去追也不行啊 不能去追空啊 还是这个思路啊 我们宁可谨慎一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啊 对这个图呢 需要到明天盘前再去判断了 那么现在呢 还是空头再拿好仓位啊 没有仓位的继续等待新的一轮做多或者是做空的一个机会 因为啊 什么呢 因为这个标的运动的太快了哈 今天运动的太快就不好 不好去追 所以最好的节奏是在昨天啊 包括昨天盘后我们说的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今天的黄金收涨百分之零点 八九啊 零点八九 当前价格是一千八百六十二块五 我们看到一根阳线 带有上影线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那今天美股时段呢 是给出了一个回路啊 那么现在最新的一根四小时k线 实际上又啊 对啊 这个支撑区呢 有所反应啊 有所反弹 那估计呢 要再次测试一下今天形成的日内高点啊 对吧 下一个交易时段 看看能不能啊 测上去 不能测上去 继续就可以进行做一个短空的一个交易 啊 好 那今天盘前我们啊 是应该应该是在等待这样的一个高位啊 再回路啊 说可以去做一个短空啊 那么接下来可以继续再等啊 看看能不能再给一个短空 好 这个是黄金 黄金啊 走的还挺陡峭啊 这黄金的东西啊 真的是 概略性的东西啊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 我们先 看我们这些标的吧 把右侧打开哈 呃 第一个标的是IoT 那今天在我的列表里是零涨上涨15%左右 那这样的一个涨幅呢 啊 首先呢 不可能提前预知哈 其次呢 他应该是对这个低点的一个反弹测试啊 或者说这个低点的一个反弹测试啊 这两个低点的一个反弹测试 那接下来呢 估计会有所反应 我们右侧的真正的右侧交易者是不会在这里贸然的去抄个底的啊 啊 那这个涨呢 肯定是呃 有一定的关系啊 会引起呃 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哈 但是啊 能不能形成真正的右侧底呢 啊 还不清楚啊 因为之前这些反弹都是很强的啊 大家看这上面反弹力度都是啊 像今天这种K钱这种水平 或者是更高的这种反弹 但整体的空头态势还没有彻底的改变 因此我们应该至少等待 这根下跌趋势下的右侧再去布局 好吧 这是IoT 只能说啊 今天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有人说啊 这要是抄到最好 最低的底 这一天一天就赚这么多啊 那如果具备这种能力的话 那右侧分析就没有必要了 对吧 右侧交易者实际上是他需要看到更 更安稳的 更稳定的一个止跌信号之后 他才去慢慢的布局 做一些新的波段啊 而不是在一些啊 下跌过程中啊 出现阴线 特别是昨天是阴线的时候 就直接就去炒去了 这个风险是很高的啊 大家看之前出现这些阴线 也有一些阳线 但是随后又落了哈 落下来 对吧 也是有可能 即便是涨上去 还有可能下啊 所以呢 我们右侧交易者是比较稳定 稳健的 那么今天的中概股呢 再次也是领涨吧 也不能说领涨 反正就是媚迪 我们看一下小鹏汽车 我们对小鹏汽车的态度呢 是啊 按照这个阶梯啊 就是阶梯性质的震荡上行的一个思路 再看 拉升回落 拉升回落 拉升 是吧 对理想汽车也是这么看的吧 那么今天啊 比较出人意料的是谁呀 蔚来汽车 我们看一下 蔚来汽车上涨百分之 十点三八哈 那这样的话 他应该是对止地步支撑区的一个反弹啊 但是按照我们的技术分析呢 我们的下阶区日线还是有效的啊 因此呢 还可以继续等待右侧点位 对吧 下方的日线图还是一个死差呢 所以应该会有所回落 就是说 接下来一到两个交易日突破上去回踩 应该还是要给一下的啊 或者是当天要完成一个 带下一线的平板啊 之后呢 再可以慢慢检测 也可以不做哈 这个说不准 你看之前这些震荡 他也不一定涨多高啊 好 这是中概股 好 我们看一下88哈 今天的88大幅领涨 上涨13%左右 那我们对于多头趋势线 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哈 什么思路 就是之前有过左侧逆致抄底的交易者呢 如果你有仓位的话 可以拿一拿底线放在我们的趋势线这啊 没有仓位的是不可以去追多的 那么今天属于跳空高开 随后就涨了这么一截 虽然全天收涨12.98% 但是如果你没有仓位在今天追涨的话 你最多就赚一辈啊 因为下半缺口就占了前天涨幅的一半 对吧 那如果你弄在高位的话 那不一定能上去呢啊 而且没有仓位的我们给的思路呢 是在给给出一个明显下跌再直接再去做 对吧 他不可能就直勾勾的一直上行啊 好吧 应该等待右侧的一个回撤啊 右侧还没有 今天属于一个强势突破的一个信号 但突破有时候会有假突破的情绪 很多时候都会有啊 呃 对啊 这个思路是对的啊 这有可能是一个上涨高潮啊 此轮反弹的一个高潮浪啊 高潮结束之后就要靠人了 开始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抄底的coin 啊 coin和IoT啊 都是区块链领域啊 或者是加密货币领域啊 对这个领域呢啊 今天都是给出一个像样的反弹 但是从宏观上看啊 从他整体视角来看 当前还处处在相对低的一个位置啊 这么划趋势线 他应该还在这附近 而且今天的k线并不比 之前这些典型的大型的k线要大很多少 对吧 都差不多的一个 大小啊 size差不多 所以呢 我们还要继续等待住底的一个情况 啊 不要第一时间就是觉得一定会是底啊 有可能啊 我只能说概率在提加 提升啊 但是啊 是不是还不清楚 嗯 不知道木头节有没有再加仓这个啊 没去看啊 没有这新闻 我们再露一眼这个 理想汽车 今天盘前我们是觉得 他有可能在往上谈一谈 去测试这个高点 对吧 嗯 好 那么其他的另外两个两辆汽车也是如此 呃 与之对应的还有一个啊 我们按照顺序 那么今天的原油 啊 原油是大幅下促啊 这两天是大幅下措 所以我们的SCO呢 做空原油呢 是大幅上涨 对吧 但是啊 他整体态势是不是还是震荡啊 还是震荡啊 对吧 所以这个标的呢 我们一直都没有让去做啊 因为不好去把握啊 还不让 还不如去做那个的日内交易呢 那这个呢 直接你直接买的话 就就就这么一截涨幅 是吧 今天是跳空啊 所以跳空类的 我是不是太不喜欢啊 跳空类的适合做中长线啊 那这个做中长线又做不了 这个图 是吧 所以我们按照日内交易的思路 再去看啊 WTI原油 好吧 嗯 好 呃 我们看一下AFM 今天也是灵涨 嗯 不行 有人说啊 这个还不算见底不行啊 因为之前这些阴线 个儿都比他大啊 阳线大 也被砸了下来啊 今天这根阳线 虽然幅度好像挺大 但对他自己来说 并不是很突出哈 而且整个的一个大型 下跌趋势线 被完全逆转 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实现的 对吧 这些下跌趋势线 还是有效的呢 对吧 嗯 好 这个就是AFM的一个宏观视角 Open Open这个图 我们是另有思路哈 那这个图呢 目前还在这 这一块钱附近徘徊吧 我们的技术分析者 应该在右侧 再去考虑是否抄底啊 好 这是Open UPST看一眼 这个图也是网友之前问过 UPST跟刚才的Open 有点类似哈 价格当前是13块8毛7 也没有进入到右侧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涨幅大小啊 它并不代表着你一定能赚啊 代表着可能会引起关注啊 也要看它自身K线大小 大家看它自身K线 比它大的多了区域了啊 就差 就是一个一般的K线 所以也不要太乐观啊 对这个图 好 半导体呢 半导体做多行业指数呢 比如说 你看这个要止低了吧 嗯 有一点那个迹象啊 但是下方MCD还是个死差 所以呢 我个人更倾向于再走一走 让我们再看一下 比如说它已经建仓了 那你的止损就要放到9块5 或者9块钱一带 9块5吧 我是觉得这回落好像没有完全彻底结束的感觉啊 嗯 在啊 为什么 因为这还是个死差啊 大家看下行过程中 这都有啊 这种联合的迹象 但是还是继续下落哈 所以可以再观察一下 嗯 毕竟昨天是大阴线 今天只是一个小阳线啊 嗯 对吧 昨天是个大阴线 今天是个小阳线 好 我们看一下FUBO 都露一眼看看 一个整体状况 不行啊 今天虽然也是上涨 但是你看 这种状态 不是很妙吧 嗯 就你不 反正我个人不敢去在这里去猜底啊 有可能是啊 但是 不能不敢去猜啊 顶多是还照我们的廉价股的思维去 是吧 去买十块钱的这样子啊 技术交易者呢 应该要多观望一下 会比较好 嗯 我们看一下SHOP 啊 SHOP呢 维持了一个反弹啊 那这样的话 他应该是在这个 下面这两个横线之间震荡 好吧 你愿不愿意做震荡呢 有人说不愿意 那 那就没办法交易啊 那愿意去做震荡的话 那就应该做多哈 假设他在这里震荡 是吧 嗯 好 特斯拉今天上涨5% 那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反弹了 有人说这个位置 有可能是底啊 不确定啊 不确定 我们仔细看 MACD也是一个死叉 有人说 等他行车进去 他就拉很高了 那也不行啊 为什么 他左侧的空头太强了啊 他上些 我估计有很多要解套的人 会不会有啊 大家觉得呢 咱们尽可相信有吧 不能相信无啊 所以上去之后 肯定会有很多解套的 构成抛压哈 所以还会给右侧交易者机会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右侧交易 而且这地方我们说过哈 他有可能在第三根横线附近 反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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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震荡一下 但不一定是真正的底部啊 是吧 这是特斯拉的一个思路 嗯 呃 那么其他的我们看一下 RBLX 嗯 RBLX也有点反弹啊 但是仍旧处在这根典型 下跌圈的下方啊 或者叫趋势线附近 如果你去做的话 你的止损就放在二十 就二十六七这种位置啊 然后去做一个反弹 如果不去做也是OK的 这个图比较新哈 所以不不确定 对啊 近期都不敢去抄啊 因为大盘也没有走出特别强劲的多头了嘛 还要看大盘脸色呢啊 好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英伟达今天的反弹力度 也是不是很大哈 只有3%啊 跟昨天比也是那什么啊 应该是对这个支撑区被跌破之后的一个反弹测试啊 或者是给出一个刺激浪啊 也就是下跌反弹嘛 然后再下跌 不可能就是一下就止跌了 一下就止跌了 那就是震荡 为什么 因为空头非常强啊 这几十克线直勾勾的载下来说明空头很强啊 近期 好吧 所以多头们你们要谨慎了啊 好 我们今天先这样 明天盘前再看 盘前见 拜拜